喜欢本故事,别忘了在故事下方礼物赞赏一下 说话的功夫,王源潮就找了两块没有燃烧完的绿林 我在掌心用力地摩擦之后 那不起眼的绿色石头顿时冒出熊熊的火光 我们将绿林放回灯笼里,踢在手中就可以照明 别说这绿林的亮度还真是可以 在黑暗里就仿佛璀璨的北极光一般 将幽灵船给照亮一大片 远胜过原来的那只破手电筒了 我们三个当下准备将幽灵船里里外外检查一遍 毕竟这艘船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不仅跟赵王源的秘密息息相关 还牵涉到那座藏在大山里面的古墓 最关键的是,我们刚刚亲眼看到船上有东西 不把那东西找出来,谁敢在船上这么待着呀 于是我将目光投向王源潮 问他到底看清楚那东西是什么没有 王源潮摇里摇头就说 铃铛,还真是没看见 黑灯瞎火的,我的眼睛又不带夜视 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团圆滚滚的黑影 在船上四处乱窜 那东西差不多跟一头牛那么大 速度非常快 从船头冲到船舱里面 差不多用了两秒钟时间 当时我也没带武器把遇到危险 所以追到船舱门口就没敢进去了 一头牛那么大 我不禁道歇一口凉气 同时也理解王源潮了 谁在伸手不见污质的情况下 看到这个玩意儿都会吓尿的 王源潮还能追过去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胖子大声叫道 卧槽 元潮兄弟 你的意思是 这艘船上有怪物啊 王源潮皱着眉头说 也许是我看错了吧 但大家还是小心一点为妙 被王源潮这么一下 我们一时间不敢在船上搜索了 白色的幽灵船 依旧静静地在小溪中航行着 整个船上宁静无比 只能听到河水哗啦哗啦的声音 现在我们饥饿无比 身上衣服也是湿漉漉的 所以我决定先升起一堆供货 大家吃顿饱饭再说 我和胖子在背包里翻来覆去找着 总算摸出两包牛肉干 还有几块压缩饼干 胖子那边还有意外收获 背包里藏着一包方便面 王源潮提着灯笼 去找生活的木材 整座幽灵船都是木头打造的 想找到几根木头自然是很简单 王源潮对准松动甲板鞘 很快抱着一大把木材回来 我们将木材摊开用绿林点燃火 一从暖洋洋的宫火顿时升腾起来 那红色的小火苗上窜下跳 浓浓的暖液将我们身上的寒冷慢慢驱逐 我和胖子不禁长长地数了口气 真他娘的爽啊 胖子哈哈大笑 不害臊地脱掉自己衣服裤子 放在篝火旁边晾着 全身上下就剩下一条粉红色大护衩子 胸前白花的肥肉都快坠下来了 看得我一阵折舍 我骂他 胖子 你真变态呀 一个大老爷们怎么穿个粉红色大护衩 难怪你叫白芙蓉 你爹妈从娘胎里就知道你是个人妖啊 小叮当 这你就不懂了 今年胖爷本命年 算本先生说啊 穿的红色能发财 次次都能下劲斗啊 你就不能想想其他东西吗 天天就发财 我和王源潮对视了一眼 全都苦笑了起来 你小子没穷过 自然不知道胖爷都苦了啊 胖爷呀 什么都不想 就想赚个千八百万回家买个小别墅 包个小羊妞 舒舒服服的 过下半辈子 胖子说完 把鞋也脱了下来 放在火上烤着 刹那间 一股老烟菜一样的臭脚鸭子味 在船头弥漫开来 我被胖子熏得直皱眉头 只能捂着鼻子 一口一口啃着压缩饼干 披上娘的嘴 吃完饭赶紧干活 就在我望着黑暗发呆的时候 突然发现 有灵船两边的同男同女 眼睛好像眨了一下 人更半夜的 突然来这么一下子 差点没把我吓死 我强忍住内心的恐惧 揉了揉眼睛 再次往同男同女那边看 却没发现任何的异常 或许自己这段时间 神经太过崩溃 所以看花眼了吧 大家之前已经检查过了 这些同男同女 都是雕刻精美的古代木偶 一个木偶 又怎么会眨眼睛呢 不过 说不出来为什么 我总觉得这些同男同女 好像盯着我的耳朵看 那双黑漆漆的眼睛 就像是活了一半 我也没太在意 继续跟胖子和望远潮 坐在船头聊天 此刻我们身上的衣服 也被烘干得差不多了 这暖洋洋的感觉 让我情不自禁想睡一觉 可是 我刚准备闭上眼睛 就发现 船边上一个同男同女 再次对我眨了一下眼睛 这一次我看得非常清楚 绝不是什么幻觉 那木偶真的对我眨眼了 一瞬间 我的所有睡意 全都被惊走了 摸了一把额头的冷汗 死死盯着那木偶 大气都不敢喘 胖子和望远潮 喊了我好几声 见我都不搭话 顿时也感觉不对劲 连忙问道 丁导 你怎么了 我黑着脸说 胖子 你现在马上把衣服穿好 我们遇到大麻烦了 胖子不明所以地说 什么大麻烦呢 丁导 你他娘的别买棺子呀 我说 一时半会儿我也解释不清楚 穿上那些木偶 好像是活的 我们过去看看些 活的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咱们先前不是都检查过了吗 胖子哭笑不得的 要驱摸我的额头 还以为我被水泡的发烧了 我大声叫道 我刚才亲眼看到 这些木偶眨眼的 说完也不管胖子 提着灯笼就走了过去 王源潮 唯恐我出现意外 立马就跟了过来 这一次 我检查得格外仔细 一丁点细节都不放过 眼前这一个个同男同女 的确是木头雕刻而成的 哪怕我用刀子抠了一下 都能抠出木屑来 他们身上 用花花绿的颜料 画了衣服 鞋子 还有脸上的红酒窝 如果不是半夜 出现在这么一艘幽灵船上 还真是一件少有的艺术品 但我隐约之中 有一种直觉 这些木偶绝对有问题 我检查来检查去 最后将目光定格在 同男同女脑袋上 我发现 这些同男同女的脑袋和身子 似乎并不是一体成型的 而是拼在一起的 因为脖子衔接地方 有一条长长的缝隙 问题会不会就出现在 这条缝隙上呢 毕竟我也看过不少古代书籍 知道不管是古代的陪葬人勇 还是木偶 都讲究一个完完整整 绝不会你掉一块 我掉一块 最后拼凑在一起 这样的话是很不吉祥的 是在诅咒木主人死无全尸 一旦发现 所有工匠都会被株连九族啊 既然这艘幽灵船 属于山里帝王墓的 为什么会摆上 如此不祥的人偶呢 除非这人偶 里面另有乾坤 于是我深吸一口气 对王元朝说 元尔兄弟 把你散冰刀借我用一下 王元朝把散冰刀递给我 然后打着灯笼给我照明 我则把刀刃一点点 塞接木偶脖子上那条缝隙 努力地往外撬着 很快 木偶脑袋被我给撬了下来 但是我刚刚把脑袋捧在手中 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 就发现手劲一颤 然后那脑袋竟冲我眨拉眨眼 在我手掌上摇摇晃晃地 发出毛骨悚然的笑声 随着这一声怪笑响起 周围其他木偶也跟着一起 结结结地笑了起来 那声音仿佛来自地狱一般 挟杂着阴森森的冷气 直冲我大脑让我瞬间 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